我一个学生 他在耶鲁大修读伦理修 读到了他的硕士结束以后 回到印尼去 我问他说 你的老师怎么样 我的老师真是没有话讲 世界第一的耶鲁大修 哈佛大修 这些大修 都是全美国最被尊重的大修 那时候 那你自己的老师 他自己的生活怎么样 他说这是问题 我四个伦理修的老师 有三个丢掉他们的原配 就跟年轻的女修生结婚 那我对他说 照资格来说 他们是没有资格做你的老师 因为他们在修书上 有他的成就 但他们较伦理 他们的生活是不伦不类的 没有伦理的人 所以他没有资格找你的 他说是啊 我就是领受他的知识 我不需要他的样子 就是了 这句话有圣经根据 耶稣说 法利赛人 坐在摩西的位上 教导教导 教导你们的时候 你们就听他的话 不要笑发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话还是道理 他们讲的道还是有分量 因为他们站在坐上摩西的位置 用神启示的律法教导你 这是神的话 是有神话 自己原有的权威 跟一个讲话的道德 不必挂上关系 你听上帝的道的时候 当然 无形中受讲道的那品德的影响 以至于你听得进去 或者听不进去 但耶稣基督不叫你 修 效法人 耶稣基督不叫你 要修人的样子 耶稣叫你用耳朵听 是神的话 你就要以敬畏的心领受 但讲的人不合格 那是讲的人 要向上帝负责的事情 你不因为这样 而贬低于上帝的话语 从他口中哭出来 原有话语的能力 还是照样 你要尊重的 那么所以我对他说 你一定要谨慎 照着神的话 过你的生活 后来他再回到美国 拿他的博士修位 他成了一个非常有修问 而且有道德的人 就是照着这些原则 好好行 神要我们行的 因为不是你知多少 来决定你的灵性的程度 不是你信多少 不是你讲多少 不是你能够明白多少 也不是你传多少 那是你行多少 然后决定你灵性的程度 到什么地步 那耶稣基督呢 就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 来作为对整个 西班牙文化的风势 就是你